2014年底完全退出了一场 美国股市反而大涨 创下历史新高 上任一年以史上最高票 当选东京都知识的朱赖植树 作家转战政坛是东京深奥的大功臣 却因为千万政治现金丑闻宣布辞职 印度驻美女外交官 因为为到保姆管家签证申请文件 当街被捕还被脱衣搜身 印度群情激愤 对美国外交人员寄出收为特权 清查薪资等行为以示抗议 英国著名火车大盗毕格斯病逝 在1963年 15人截走相当于现在20亿台币现钞 毕格斯路往后越运展开长达36年逃亡生涯 被形容是最狡猾的罪犯 印度塔塔汽车集团5年前接手英国机架 在威廉王子 2017的丹尼尔还有维多利亚 贝克汉加持之下销售翻涨两成 大陆市盏25% 现在还要拓展中东巴西市场 晚安各位观众 欢迎准时锁定TVBS Focus全球新闻 今天我们要看的头条 是让全球财经界担心了一整年的 不确定按交 目前每个月购债规模是高达850亿美元 从2014年1月份开始 这整个规模将会减少100亿 缩到每个月750亿美金的规模 主要是长天期的美国公债 和这个不动产抵押债券 会各自缩减美金50亿 重要的是联邦基金利率 维持在趋近于零的低利率 至少维持到2015 也因此美国股市大涨 道琼和标准普尔500指数 创下历史新高 也创下两个月的最大涨幅 成交量将近81亿股 是9月来成交最繁忙的一天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这一年美国景气持续复苏 当初6月份 伯南奇首次提出Q1减码退场 那个时候所有趋线往下一度 是全球股市大截 如今是尘埃落定了 美国总计实施了三次的货币宽松政策 不断不断的刺激经济复苏 第一次是在09年3月到2010年3月 当时注入1.75兆美元 后来20108月到2012年中 注入了6000亿的美元 那么第三阶段呢 是去年20129月开始 一直到美国景气复苏为止 每个月850亿 总额呢达到3.8兆美元 接下来是明年1月份开始 减少到每个月750亿美元 我们就一起来深入掌握全球头条 Q1缩减之后的后续效益 台北时间19号凌晨 世界经济龙头美国传来重大消息 刺激经济的量化宽松政策 Q1将跨出退场的第一步 美国联准会主席博南克 在他最后一场告别演出出乎意料 宣布启动缩减收购债券规模100亿 等于正式宣告美国经济稳健成长 不过对市场来说更重要的恐怕是下面这段声明 过去博南克说 只要失业率降到6.5%以下就考虑开始调升利率 11月份美国失业率已经降到7%比预期还快 现在零利率政策看来至少会维持到2015年 博南克声明一出 18号原本开平走低的纽约道琼工业指数随即拉高 收盘时大涨近300点 收在16167.97点的历史新高 标准普尔500指数同样破记录 上涨29.65点 以1810.65点作收 联准会的一小步 却是历史上重要的转列点 2008年为了刺激美国经济复苏 联准会推出低波量化宽松 收购1.5兆美元债券 QE2规模则达6000亿 正在进行式的QE3目前约1.6兆 总额超过3.8兆美元的天文数字 很难想象吗 若把3.8兆全换成1块美元纸钞堆起来 可以足足绕地球14800次 还可以把比利时这个国家完全用美钞覆盖 史无前例量化宽松的结果 让美国经济开始回稳 制造业房市消费加速成长 明年经济成长率更上看3% 不过接下来要说再见的不止量化宽松 还有美国经济总舵首波南克 在为8年的博南克一路上充满荆棘 你所能想象到的经济挑战 全让他给碰上了 2006年 他宣誓成为联准会第14位主席 从大师葛林斯潘手中揭下棒子 一开始一切顺利 美国经济扩张勤工万里 直到2007年风暴来临 美国房市从此一落千丈 把牌无暴增 不过在公开场合 波南克依旧保持乐观 但其实当时经济大衰退正开始 2008年贝尔斯登破产 被摩根打通收购 接着是雷曼兄弟 然后股市崩盘 信贷市场停滞 波南克忙着灭火 但也得启动经济成长的引擎 波南克寄出具争议性的输捆计划 再把利率砍到激进零 保证不管用什么手段 一定会挽救危机 2009年市场复原 波南克也获选时代杂志 年度风云人物 不过接下来 如何缩减刺激措施并不容易 一不小心就可能重挫全球市场 现在波南克终于等到这一天 在金融危机五年后 美国货币政策要慢慢回归正常 即将卸任的波南克 不仅为未来两年的政策定调 他刺激的经济旅程 也准备划下句点 GPP新闻综合报道 提到前我们要来看的是 在今天很多美国民众 关注的一个重要讯息 那就是美国史上第二高的乐透彩金 连21杠之后有人中奖了 整个金额高达6亿3600万美元的 这一期赵彩 由两个人来分 一个得奖人已经出炉 56岁的富人 如果选择一次领的话 扣税之后 她拿到了彩金 这和新台币有36亿这么多 至于她的中奖号码 是从家人的生日日期组合出来的 开出了美国史上第二高 头彩191 老板娘笑得合不拢嘴 因为照规定 开出头彩的彩券行 可以拿到高达百万美元的奖金 至于中奖的有两个人 其中一个是她 住在乔治亚州的 56岁妇人 Curry Curry把家人的生日排列组合 签了自选号 没有想到就中了大奖 扣完税之后 她可以拿到1.2亿美元 约合台币36亿 这家华人开的便利商店 开出了另一张头彩 但得主到现在没有现身 由于San Jose华人很多 薪儿也有可能就是华人 破产收场 专家建议得奖之后 一定要做好理财规划 否则千金散尽 失落感会更重 TVB新闻 综合报道 好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欧洲 很多人都知道 英国的高汽车 Jaguar和Land Rover 在08年以23亿美元 卖给了印度的塔塔集团 而今年Land Rover 传出了销售捷报 或许是因为今年7月 威廉王子接baby回家的时候 就是开Land Rover 所以这个车在国际上的销售 大翻身 刚出炉的今年11月的销售量 比去年同期足足暴增了20% 单月在全世界卖了3万1000辆 Jaguar的销售也暴增55% 其中中国大陆是最大的买家 不过塔塔集团有局安思维的本事 为了分散风险 也为了增加市场 他们积极开拓巴西和中东的市场 这部让人沮丧的车子 出现在美国电视影集广告狂人当中 车子的品牌叫做Jaguar Jaguar has had nine owners since that car no no lawyer came out of the woodwork and said we were besmerching Jaguar they have they have a very public reputation especially that car we're having a weak electrical system I don't think that car I don't think the new generation of Jaguar has that reputation 编剧糗了一番半世纪前刚刚起步的Jaguar 这个英国品牌一直以来都起身在高阶车款之列 但可惜公司经营不善 1989年被老美福特并购 2008年福特又以23亿美元 把Jaguar和Land Rover全部卖给了印度塔塔集团 但从此之后 Jaguar和Land Rover大翻身有了崭新的面貌 威廉王子接小乔治王子回宫 皇室坐驾正式Land Rover 007庞德出任务 那部很威的车也是Land Rover 足球金童贝克汉 焦地地的明星老婆维多利亚 也坐上了驾驶座 驾驭这部曾是男人专属 野性又粗犷的车子 这些行销手法让Land Rover刮起了一阵旋风 光是今年11月就卖了3万1000台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0% 而中国大陆是最大的买家 占了整个销售量的四分之一 Jaguar在今年11月也卖了6200多台 增长幅度为55% 尽管销售数字天天往上爬 但Tata集团仍有隐忧 中国大陆是最大宗的买家 仰赖单一市场生存 对企业来说是很危险的 因此Tata已经着手开发其他市场 中国大陆是非常重要的 科生的车子上的地下 如果中国冢上现在 人们将会在困难 什么JaguarLand Rover 在试图名设计 前往有一个余称的 博客带的车子 领取了产业的